继续我们看健康维护第二个部分 会有二是玩儿 Some people enjoy playing one game of golf per week Others play a competitive game of basketball 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语法 就是some有一些 Others有一些 这个不要翻错了 Some play for others 我们翻成有些人有些人 那么有同学翻错了说其他的人 如果你是用其他的人 那后面会用the others 这个不要误会了 the others才是其余的人其他人 好我们这里用whoers 就是跟前面不是有讲过吗 以运动的角度来看 有其一个人很可能会怎样 喜欢这个而不喜欢激烈的运动 然而呢 又有些人好 然而 所以这个是在对比的互相比较的 whoers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转折性的副词 然后有些人很喜欢这个比较喜欢 playing one game of golf 玩打一场高尔夫 好 高尔夫是高尔夫球的比赛 per week per week是每个礼拜 打一场 他就很爽了 那有些人去怎样啊 要打一个competitive竞争很激烈的game of basketball 篮球比赛 高尔夫是走来走去的 那篮球哇 那真的就很激烈了 所以这两个上跟 others在对比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那选的答案是什么 A是head better head better是最好 这是提供人建议的 比如说你最好啊 亲自打电话给他 建议对方 use to是以前常常做什么事情 以前习惯于做什么事情 就是use to or to就是应该 应该要做什么事 这些后面都是加圆形动词 圆形动词 圆形动词 第四个后面也是接圆形动词 what better是什么意思 宁愿 宁愿 他说有些人比较喜欢打高尔夫球 一个礼拜打一次 而有些人却宁愿打一个 哇激烈的篮球比赛 所以这题按照内容的语意 我们应该要选 what the lover 这是一个固定的片语 宁愿的意思 宁愿 the key indeed 这个 indeed 也可以摆在最前面 这个是副词 也可以放聚首 也可以放在主词跟动词的中间 indeed 确实 的确的意思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副词 的确确实 the key is the key不是钥匙 这 key就是关键 为什么有些人 这个喜欢简单的运动 而有些人 又喜欢打高尔夫球 有些人喜欢打篮球 这个关键就是要 to understand 要去了解 the need of your body 了解你的身体的需求 有些人 坚密充沛 一定要打激烈的 这个这个球赛 他才会感到很满意 那有些人 体质没那么好 他走路就可以了 好吧 转however 男儿 也是一个很棒的转折副词 男儿 好 前面是讲运动运动 怎样 但是呢 男儿啊 没有人 nobody can avoid diseases 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 避免什么 这个 罹患疾病 disease就是疾病 谁能避免 这个罹患疾病呢 没有人能避免 那这里 这是原型 这是三男生单数动词 这叫to叫不定词 这个叫ing叫动名词 那这是考文法观念的 重点在这边 avoid的这个动词 他后面一定要接动名词 好 这个重点在这边 答案是选getting avoid getting 没有人能够避免得到疾病 就是生病 好 后面就来继续补充说明了 poor diet 这个不好的饮食 不良的饮食 and the citrus 还有压力 can damage your health 也可以这样啊 damage是什么意思啊 毁掉 这个破坏 还有伤害 你的健康 as well as well 常常放在 这个句子的最后面 这个as well 它就是等于to的意思 好 well 他等于to 他说啊 那个饮食不好 像很多的大学生 读大学 为了要 省钱 打工 然后呢 吃的都不好 有些人还三餐都在吃泡面 那这个就叫poor diet 还有stress 还有压力 这两件事情 都可以损害到你的健康 也会损害到你的健康 this this也是转折复持 this 因此 后面接结果的 this 因此 if you want to reduce the risk of developing disease 这个是表条件的一个复持指句 if就翻成如果 如果you want to reduce 你想要降低要减少的risk这个危险 好 危险 什么危险呢 of developing developed 一般我们都翻成发展 可是我们翻成发展疾病比较不好 所以呢 我们要翻成引发疾病 如果你想要降低这个危险 什么危险呢 引发疾病 或者是得到疾病了 感染疾病的危险 那这样子会比较贴切的翻译 risk是危险 这是条件复持指句 这个后面就是主要指句了 the best advice 最好的一个中顾 最好的建议 就是change your bad habit 来改变你的不良的习惯 或者去改变 change共用 动词共用 改变A或者B这样子 这样就清楚了 这个恶事衔接A跟B的一个连接词 最好的建议 最好的建议 你要去怎样改变你的不好的饮食 不好的生活习惯 还有呢 第二个 the condition along you 这个condition是指生活的情况 生活的条件 along you 你周遭的生活的情况 生活的条件 也要做一些改变 好 这样子 你才能够降低这个危险 什么啊 罹患疾病的一个危险 这样 坏习惯 这些要改变 然后呢 生活情况 如果不好 那个环境不好 你要尝试的去改变 这样子就不会生病了 就能够维护健康了 这个整个意思是这样子的 好 这就是有关健康维护 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分析 还有讲解说明